各位東周投資會的觀眾大家好 歡迎大家再次收看我們的節目 過去的星期我們看到整個股市爆發了幾個股災的股災 每次上千點跌下來 成家非常多 今天很榮幸找到Dicky 今天封證券的執行董事王德基 跟你們說一下後市的走勢 第一件事 其實現在跌完了沒有 好 這個問題你問得很直接 我也很直接地回答你 我說話向來真的又是那句 我不敢回答 不過我經常都會有這樣的說法 就是說我最多就是看錯 但是就不可以 無寧兩可 所以如果你現在這麼直接問我 德基跌完了沒有 我又很有信心告訴你 我認為跌完了 我認為恆生科指和恆生指數 點線都已經見了一個低位 當然啦 你不要跟我說十年之後 我現在跟你說未來一兩個星期 幾件事 今天我在我自己的頻道做直播 一直都看著恆子和科指的表現 因為大家都會看到昨天是瘋狂報復式的反彈 而昨天是29日 今天是30日 我不是說廢話的 因為昨天是今個月的 最後一個交易日 也是所謂的期指的最後交易日 也就是所謂的期指結算 你想想 壓了這麼多下來 它真的要有個報復式的列口上升 還有這個列口是有原因的 這個列口是多了一個消息 你說是傳聞也好 消息也好 但是也是多了一個消息 就是說 阿爺 內地監管機構 就跟了一些投行的大佬聊天 就說 你們很擔心啊 那些教育股本來就補習有錢賺 現在補習沒有錢賺 那你們都很擔心 會不會就是一個行業一個行業這樣辣下去 因為我都害怕的 我都會說 搞完教育會不會搞別的 會不會搞藥的 會不會搞生化科技的 我都會有這麼擔憂 接受訪問我都說過 甚至那天我去Bloomberg CNBC 我都說了這個關心 我都會覺得 嘩 你現在說的 是真的逐個行業要整頓 而在整頓的過程裏面 正所謂輕則就整改 下架 重則就不准賺錢 大哥 你現在不准賺錢 這四個字是真的很厲害的 但是聽完那個消息說 當然消息就是消息 你不要管它是真是假的 但是這個消息傳了出來 一定會影響到市場氣氛 就是大家就覺得 哦 訂資來不用怕 現在阿爺不是說要全世界都不准賺錢 只不過是這個行業要整頓 要搞它 但其他人就沒事了 那大家沒事 那昨天就亢奮地裂口 爆升 那你說一個指數 恆生科只升8% 一個恆子同樣升88點 那今天有回頭 是實屬正常這四個字 我今早在政府電台 一台和二台都說了類似的東西 那好了 那結論是甚麼呢 結論就是我今天一直都看著 究竟有沒有一個真是轉世信號呢 會不會真的已經升完呢 再跌下去呢 那我的結論告訴我 就是不是了 我就覺得今天就算我看最敏感度 那我看了一個很高的快步隨機指數 全日來講呢 恆子和科子呢 都沒有出現過真是沽貨信號 就是說 今天恆子和科子都好 是一個向下略為回吐 回補上升列口的一個技實形態 我可以看錯 但是我下個星期就知道我對錯了 當然我對我自己就很有信心了 那你說 那就是怎樣阿德基 那我就說低位摸了出來 那為什麼我也會覺得 那麼有信心 恆子短暫見了一個低位呢 都是那句 市會每日都有變化 如果這個週末有些新的消息 或者下星期又爆些東西 所有東西都要再看過 但是如果你說去到這一秒鐘 已知的東西 我仍然覺得恆子短暫摸在低位 其中一個 我也都很迷信於的 技術分析 過去都有分享過 就是黃金比率的調整 當然啦 21393 183 你也認識我 但是總之那句 0.618的調整 所謂的61.8 真的跌到去穿一穿25000 它那個指數 就是所謂的黃金比率 就是24976 而實際上呢 指數呢 就是更低過曾經 是 是 一奇 不好意思 剛剛斷了 斷了 斷了 現在再來 好 繼續 剛才說恆生指數的走勢 我就會預測 三日之前兩日之前 這樣插了下來 短暫摸到低位了 我也要分享一些做法 就是 我每星期五就會在東周投資為你出現 還有大家可能會覺得 就是 一個禮拜了 過了去 真的那個變化都很大 但是呢 我自己都在我自己的平台 我都分享過 星期三 我就說 哇 真是恐慌時 如果真的你要吸納 第一 你要選對對象 這句話 我上個禮拜都有說過 我們要靜待這個 恐慌時吸納的機會 但是呢 你永遠都沒有人會知道 什麼時候是真正的最低位 所以呢 你只有兩個策略 一 就是說逢低Pickup 逢低Pickup 不可以是過股的 因為過股逢低Pickup 就是說 我講得難聽一點 你逢低Pickup 就是恆大汽車 是死路一條的 就是說我講得白一點 這隻我警告了很久 叫大家不移尖手 跌八成半 甚至乎另外一隻 我叫大家不移尖手 快手 也跌了七成 但是你說 喂 那即是怎樣 逢低Pickup 你就第一 買第一轉 你要預了第二第三 第四轉的錢 而第一轉你買了 你預了還會回 越回得多 你就越開心 因為你可以買多一點 平均成本入市法 但用這個方法 你只可以買一個 一籃子的產品 就是說ETF 那當然我也有分享過 就是我一直都在買 這個恆生科技ETF 那我在星期三的時候 我就連第四轉資金都載下去了 當然 載了四轉資金 代不代表我 就 是預了一定是見底 我也不知道 我是絕對沒有 水晶球會猜到 星期四會出過這樣的news 告訴大家 好 現在有辦法談 現在也有機會在美國上市 現在那些 VIE那些 的架構都還可以做 沒有人會知道 沒有人會知道這個消息 所以簡單一點 說一句 我就會覺得 對上市低位 都被我買到恆生科技 混一混淡 我就很開心 因為買了那兩轉 其實我現在 就算你說 昨天這樣彈8% 拉雲鏡 我已經贏了 今天我還是贏了 所以 我告訴大家 恐慌時級立的策略就是這樣 但是 我真的要明顯轉好才買 當然 其實 星期三 技術上很多指標都出了 指跌回穩訊號 你說真的要爆裂口上升 你才會追 也可能會遲了 所以 我會覺得 既然你說今天 有回套 但是恆生科技 也是 接近高位收 就更加強化我之前 或者現在 跟大家講的看法 所以你說 喂 那是不是錯失了 已經不能買低位 我也會覺得這樣 他今天補了一點點裂口 如果他馬上拉上去 補了半個裂口 那走勢真的挺漂亮 那未必短期要下來 但是你說 喂 如果周末又傳一些 不知道什麼壞消息 再向下回補多一點點 這個上升裂口 那我反過來 也覺得 未必是一件很好的事 但是 我就 我就不會無靈兩可 我就會覺得 是穩步 止跌 並且略作反彈的機會 始終都是 大於 再沉底 嗯 其實有些觀眾 其實 有些投資者 都未必是想買 這個ETF 比如他們看到 騰訊現在跌到去 479元 其實現在這些位置 是否值得 就是中場線 可以吸納去持有呢 當然 現在大家看到 跌到422元 回到來 你一定會覺得 之前的低位很低 現在就後悔沒有買 但是 現在才知道 所以 為什麼我一直都說 不是太建議 帶一買過股呢 因為 對於一隻過股 我們要分析的東西 其實是很多的 因為你要明白到 現在不只是它的業績 不只是我們看它的 營養數據 什麼現金流 現在是我們要分析的 是全世界中美博弈的關係 再加上就是 內地監管機構的那種思維 你要分析很多東西 所以下來之後 如果你問我 買了騰訊 我自己會說 如果你這些價位買的 我覺得 不是完全沒有風險 但是如果你可以承受到 風險 例如不要多說 你去上次的低位 你會不會很不開心 如果你說我沒有 我好處之太然的 但是 如果你說到這樣的 那你就買少許 但問題是 我始終都會覺得 如果你買了恒生科指 其實已經全部都有 每隻都有8% 這些上限的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說 騰訊 我都會覺得 第一走勢 是明顯地轉好了 第二 講基本面 你說真的 公信部繼續要跟 所謂的互聯網企業開會 怎樣加強網絡訊息安全 監管這些防範風險 我都可以很肯定對大家說 有層有錢 只要在美國第一上市 ADR那些 我暫時不看 如果有第一上市 加香港 第二上市 或者是兩地同步 第一上市 OK 騰訊這些更加好 就是騰訊這些更加好的 因為這個香港是它主場 是不是這麼說 亞里那些兩邊 好像說到它都是主場 雖然它一個是第二 小鵬 那就是兩邊都是主場 但是我會覺得 相對地用這幾個角度 總之都是那幾樣東西 教育可能是最後一個被整頓的行業 但我們再回頭 就說網絡安全 和反壟斷 這兩項事沒有停過 這兩項事是不好的 這兩項事繼續在 這兩項事繼續影響市場氣氛 所以就是這兩項事 如果你說最後的結論 ATMXJ 都是那一句 小鵬相對地的影響會是小一點的 所以它就仍在250千線那裡 騰訊那些影響大一點的 那它就偏離250千線多一點 但是如果你說 我真的不懂得選的 那你就選了恆生科技ETF 那我就會覺得穩妥安全一點 是的 那投資者如果想選一些科技股 就不如大包圍買ETF 就好一點了 那其實不如最近的資金 我會看到在科網股 教育股撈走了之下 都湧去國策比較支持的行業 比如新能源 汽車 製造業 芯片 那現在會不會投資者 不如追這些 會安全一點點 比如我們看到吉利 其實這幾天它都不是很跌的 反而它有得升 這一類的股票你又怎麼看呢 很尷尬的 我又是持有了 給你大家知道我是很喜歡的一隻股份 我想最初東周投資會說 我真的再上車 堅決地不下 已經是兩個多月前18元那些位 那你說到現在 我都炒出入過一兩次 但現在都仍然持有 那真的就這樣很客觀去分析 我想近這段時間 大家都會看到幾樣東西 一 就說 不是啊 現在說這個芯片又不夠啊 電又不夠啊 那你說對於吉利來說 就不說其他的先 其實真的說車股呢 我主力都是看好現價 都是看好吉利和比亞迪 那吉利我都覺得 仍然都有直播率的 那關鍵是近期 大家可能會看到一些消息 就說 喂 現在很多消息 又說那個江淮汽車 又找他小米 又說吉利 又說做電 然後比亞迪 又說不知不知道 很多消息 關於這些電的車股 三隻美國那隻 就已經來了一隻 香港又說另外兩隻都要來 然後又說有些 競爭都很激烈 其實現在都沒有盈利 所以我反而會覺得 既然是這樣 我就會看看 汽車工業的產業鏈當中 有哪些車廠 過去的記錄是很良好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不是只說的 你明白我說什麼 有些只說的 大哥 那我就會選一些 不是只說的 而第二呢 就是 它能送到它過去 想說會做的 我看好的原因是 現在他說極黑 那為什麼得基對極黑很有信心呢 我車都沒見過 看照片而已 但是我看過它link and call 你明白嗎 就是link and call 當時都是 嘩 可以不可以的 好概念而已 誰知道出來便宜靚精的 它的樣子是北歐風的 賣得好 那我就覺得 喂 這間車廠所言非虛 它說得出了 大哥 它背後是什麼 背後是Volvo來的 是Volvo來的 當然買回來 簡單來說 其實它技術 各樣東西 你完全沒有什麼要懷疑 現在有一條 阿茂瓦秀行出來說 我做電動車 我大把錢 喂大哥 你以為你多錢就懂得做嗎 你現在做車 不是做個餅啊 大哥 所以我客觀一點 這樣說 我就會覺得 現在現價是很首選的 我不是說長城不好 長城很好 但是現價不吸引 我不是說吉利不好 我不是說比亞迪不好 比亞迪我都很喜歡 但是比亞迪我是沽了還沒買回來 那你就大概比較得到 德基喜歡哪一隻 其實比亞迪我都很想買回來 我很想買回來 因為我都是二百三十多元 沽了 我想找一個便宜的位置 我是錯失了 二百元變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不要緊的 旁邊那隻有一樣的車 我開了旁邊也差不多 因為其實有兩隻 走勢都很接近 你看到德里和比亞迪都在醞釀突破 還有你想想 市跌 它升 市升 它升 答案是什麼 就是強勢股 答案就是 所以你說 比亞迪240元是否大阻力 當然是大阻力 你拿一把鞠釀出來畫都在240元那裡 畫一畫 那已經升了幾天 但是如果它真是星期一 它一距一距突破 再要大成交 那它就如若無雲之地 回到上次高位 看圖就這樣看 所以如果你說 撇除技術走勢 撇除資金流向 真是講基本面 那我都真是最喜歡這兩隻 比亞迪永遠都著數 因為它有很高的技術含量 市場 大家都知道 電是很重要的 那現在吉利都說做 那我會覺得 可能你說 車去說而已 吹水而已 可能你會這樣想 但是 我覺得它做得到 它現在成立的合營造電 它就是會 execute出來的那些公司 不是只吹水 blow water的公司 你明白我說什麼的 公司提醒 請問 哦 的其剛剛你也提到 給阿迪 你也想買回 幾個部署 如果下個星期 它真的一開就衝破了 200席上坡的位 那投資者應不應該追呢 唉 這個問題 我真的覺得很難回答 真心說 如果我沒有拿到吉利 我可能都會 怎樣都可以整一手 起碼升上去告訴別人 有 升上去告訴別人 有 有 但是當然你要記住 衝上去 你去買 那就是一個短炒的行為 那你說是否真的可以量上去呢 我有這樣的感應 就是我會覺得 這次和吉利都是儲力 而向上突破到 當然如果突破到 你就這樣量200元 240元 量上去就2008元 2008元 就是之前的高位 就這麼簡單 就是拿筆錢出來都可以了 都不用認識 其實就分析了 但是如果你說 喂 很便宜而已 你這麼說 很吹嘴而已 那沒得說了 因為有時候 看股票 都是一些感覺來的 就是分析是一件事 感應感覺 又是第二回事 但是如果你問我 可以現在這一秒鐘 看國策 看經濟數據 看內地不同的行業 看不同的行業 亦都可能會受到 政策不同的一些影響 有些可能是一個備任 那裏 有些是有一把上方寶劍 航在頸上 那我就會覺得 車是處於一個很不敗的位置 在這一刻 你見到沒有東西會打壓 比亞迪和吉利 就算曾經打過 都是打一些沒有技術含量 就算是吹水的那些 所謂假電動車股 除了這些車股之外 最近我們見到 信義光能 即是新能源的行業 其實都是有得升的 投資者會不會 在這些地方 都可以找投資機會呢 你問我 信義光能 其實信義系 就是今天有一支是升到開行 但是我不說了 但是信義系 向來大家都知道 整個系 已經有一支是藍籌 我始終都會覺得 純粹講一個基本面 這段時間 我在過去 記得在東周投資會 在我的專欄 我做自己直播 做訪問 我都會講了兩個概念 大家去思考的 第一 就是橫琴的概念 就是說接下來 澳門橫琴 會不會有更進一步的空間呢 拭目以待 這個沒有人知道 定策會什麼時候有東西落實 但是一定是一個方向 而第二 柱電 一定是第二個方向 因為柱電是阿爺的政策 已經講得很明很清楚了 所以大家 就要在裡面找 那你會問我 那哪支真的是 那其實呢 很多隻都有類似的概念 但是是不是真的 是完全直接地 跟這個行業有關呢 我只可以說 就是說 比如說近期 由風能到太陽能 很多的這些股份 你會發現 給大市的表現是好的 信義是幾隻股份都升的 那為什麼 就是現在我講的 那樣東西都開始有人 或者有投資者 有基金 開始有同樣的看法 那我都講了這個概念 都一個星期左右 在不同的平台 但是都是那一句 這些是很憧憬 很概念性的 亦都沒有一些很實際上的事情 如果你說我玩一些 就是說 風電可以猜不可以 光復可以 玻璃可以 可以 都是那一句 這段時間 真的大部分都是跑完大試的 信義功能都不例外 信義是的都不例外 所以我會覺得 大家可以少住 這些是比較 所謂的 怎樣說呢 是一些主題式的炒作股份 只可以是怎樣 但是你少少理住 你看到它走 那你就跟著一些 都會是一個這樣的狀態 除了這些新能源 其實另一個版塊 都是國策秀位 就是晶片概念 981 中心國債其實它的波幅相當大 但是現在又上回 就是27元的位置 又追不追得過呢 還是要等到什麼位置 我們可以買回去呢 是的 的確是受惠的 基本上 都不只是它 所有晶片 半導體的股份都受惠 那 客觀的事實就是 這段時間 大家都會在這 有什麼行業 是阿爺不會打壓 除了車就是晶片的了 因為現在不夠 還怎麼會打壓呢 最簡單是這樣理解 都不要再說其他更複雜的東西 不是說其他 技術含量高不高 它的產能能不能夠 所以如果你說 一些比較是 風險相對當然高些 但是比較進取型的 那一定是車和晶片 但是你說 是否我好手選呢 中芯 的確不要包我的頸 總之 我經常都說 升破一百天線 就是好事 所以 自從它一升破一百天線 四天之前 它是 即是脫胎換骨 之前它都是 你嚴格上來說 它都是一個 橫行 但是反覆向下的局面 直到它突破一百天線 當天它真的 作出一個真正的突破 所以現在這一刻 是向上飄上去 但是不要忘記 它比起第一天突破一百天線 那支揚竹 但是它有一個很長的手 仍然比高位低的 所以我暫時看 如果中芯的話 短線 我會覺得大概二十九元左右 那個阻力都會很大 如果你說 喂 相信這些所謂sector rotation 今早就是financial time 所謂 我都說 很短暈的 現在幾天而已 如果你說現在玩些 玩些芯片東西 半導體東西 那可能就 久一點的了 這個trend 可能給它多一個禮拜 那都未必一定可以 但是 的確是的 現在這一秒鐘 最簡單就是 車和所謂的晶片 都是 以至到就是 新能源 尤其是 就是儲電那些 都會是 大家會 hold住的辦法 其實 除了中芯之外 它有一個朋友 就是叫華航半導體 都是做晶片 這隻 破了一個月的高位 很強勢 這隻東西 現在是79元 現在這個位 還值得去追進去 還是要等 那這樣說 因為呢 有些尷尬就是 現在星期五 那星期一 如果你要追 再有機會 跟大家講解 這裏就是 那我會跟大家說 就是 現在這一刻 你真的追 你要知道 其實你買貴了很多 那現在這個trend 已經是去到 即不是尾聲也好 都已經是燦爛之時 那所以我語重心長說 就是 不是 現在才來買 如果你之前玩過的 你覺得 借了三四七 吃過翻層尾 那OK 那如果你說 現在你才來買 你要搏去破壞 其實這個不是不行的 但是你要記住 就是你可能要用你的 投資資金 各樣的控制 控制你的風險 那如果你說很客觀 從一個 基本面一回事 政策一回事 但是看圖表的話 那會真的挺漂亮的 你說有沒有機會向上突破呢 我也有一點點憧憬 因為在這段時間 它各項的技術指標都很配合 照道理都可以繼續上 如果你說它可以突破到 大概五十五元的阻力 它真的有機會試定 總之 如果有 就掩住它 沒有 就少住移情 那短線呢 我都覺得是有機會再作突破的 那今天是星期五 那就是三十號 那下個星期五 看看會不會上到 大概五十五元那些位 那如果到了 就要做技術上 我的看法正確 短線呢 我都會覺得 就是叫做 可取的 但是記住就是 升了很多的 那你現在搏是後面的 那你現在搏是後面的 那也都 不要太憤身了 就唯有是這樣 那如果要搏的話 搏一成的升幅 那就算了 就有五十五元那些位 那其實有些觀眾都想知道 就是 通常在大跌市 那些人都很喜歡問 那些收息股的 例如領展823 那 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人喜歡問一下 那些收息股 823 現在74元那些位 又值不值得去買呢 買來收息呢 那其實應該這樣說 就是 阿輝你又打了一張靚牌給我上 我 如果大家要留意 我的東修投資會 或者自己YouTube的評論 或者任何地方的評論 你一定會很記得 我經常都說的 我就說 如果你呢 不想冒風險 好保守 就兩隻 就收息股 基本上 立於不敗之地 捱價都沒有什麼機會的 623香港電訊 還有26300香港電燈 香港電燈 今天收市價 距離歷史高位 只差幾個先 這就是我講了很久 已經不連計的了 好了 但是我就說 進取一點點的 823和778 這個支付七合訊 也都我很喜歡 因為沒事的 現在大家都看到 香港的疫情相對受控 Type-C 六人一台 然後有消費券 其實這些對白 我講了幾個月了 講了幾個月 823和778 就升足幾個月了 所以我仍然維持著我的看法 可能你會說 近期好像有少少頂背池 走勢 甚至好像黏了 那是橫行的了 現在這陣子 但是譬如說 好像領展金 回回一點點 我會覺得 100天線接近 你可以買回轉盒 我不覺得會跌穿 這個100天移動線 所以我就覺得 這隻股份是比較穩定 當然 你也可以憧憬一點 如果捉住 尾村 或者近一點 100天線 買些 那你就算是 盡量的公開手 你說 跌市 其實它都會發揮到抗跌力 它不會跌很多 但是如果你說 升市 經濟好 沒有疫情 六個人一台 如果第二天是 十二個人一台 它一樣受惠 所以我會覺得 都是盡量的公開手 所以為什麼這段時間 市跌不跌市 它也有反升 是 這隻是八二三 就是 一百天線的位置 現在是 七十三個九的位置 觀眾就密切留意著 那個位置 剛剛提到 七七八 市負產業信托 那這隻 你覺得是什麼位置 可以罵它 它跌極都跌不穿 五十天線 是啊 它更強 你當一百天線 大概 七十二個八 左右 七十三元 買就OK 但七七八 真的不肯下 我都沒有符 我沒得推它下去 哈哈 這隻 我不是今天講 大家看東周投資會 這麼久 我講了N這麼多個月 我真的看著它 升到N這麼多個月 升到現在才叫做 好像有少少少頂住頂住 升不到 但是我覺得都穩定 簡單一點說 又沒有迫切性 一定要高追的 但是它又不跌穿五十天線 我都去觀望一下 如果繼續守住這些位置 你不買它也沒問題 但是如果你說 這些位置買 有沒有什麼風險 說真的 如果以它派住五十幾息 我又覺得 再加上那些 經濟復甦概念 我又覺得風險也有限 或者這樣吧 大概八個二十五 接近這些位置 就買著少少 這些都是比較穩陣 和波幅率低的股份 還有最重要是穩定的牌勢 每年都會派些錢給你 另外有觀眾想問一下 你那些物管股 物管股都是重災區 現在那些物管股 你覺得跌定微 是否開始可以 撓一些之前的強勢 比如迫會員服務 亞生活 那些呢 阿輝你說得很對 其實你都一語中的 跟我想法一樣 當中央現在要整頓 一些房地產行業 特別是三條紅線那些 不要再說三條六那些 大家都知道 如果媽媽不行 兒子也不會有好日子過 這個我講了很久 所以你如果有參考我的意見 按照你 你應該不會買了四條三 或者四條六 特別是七零八卦 但是 好了 現在就難搞了 有政策的因素 又有一些 比如說評級機構 調低的評級 但是都是很客觀的 亦都是有些房地產發展商 當是一班學生 舉個比喻 永遠都有野學生 三條紅線 有野學生 但是有一個可能很乖 在前面 三條綠線 三個綠燈 他都覺得很無奈 後面那個被人罵 我都很懶惰 現在就是這樣 所以我的說法 沒錯 我就說 地產股證 不要搞它 因為當這個不行的時間 整班都被人罰 不要多說 華氧智地 財政狀況不好嗎 華氧智地 夠好 今天跟你跌七隻 對不對 一樣要跌 六八八不好嗎 六八八都很好 今天跌四個百分之 即是怎樣呢 內房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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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房不行呢 物館都不要搞它 那你說 喂不是啊 迫伏OK 六年九八 彈一些 喂 那他真的 都 真的 其中 好手選的 行業裏面 而且他真的 無厘頭 因為人家頑皮 他自己懶了下去 然後他又回購 都被人彈一些 但是你會發現 彈一些之後 他就在250天線上掙扎 就頂住了 變成它是弱勢板塊裏面的相對強勢的股份 但是其實也是弱勢 不過是沒有那麼弱 也算是在250天線上掙扎不算弱 因為現在有些弱勢股的250天線是天花板 他的股價是天花板 250天線在這裏 但現在的250天線在這裏 迫伏在這裏 算是這樣的 但是 我自己覺得就是 短炒的直播空間是普通的 即是你現價又反映了回購 那你還反映了些什麼 那你說再看其他一些 那我只可以說 這個板塊 不會是我的推介 這一秒鐘 好啦 那如果投資者想買東西 就不如買一些強勢股 例如汽車股 新林園那些 會安全一點點 那今集時間就差不多了 我們很多次Dicky 跟我們解釋了那麼多 關於不同行業的前景 和大市的走勢了 那我們下星期五再跟Dicky聊天 我們各位觀眾先拜拜 下星期五再見 Dicky 拜拜